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 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 我是以康诺米 大家新年好 虎年的第一个节目和 贵阳的燕里中 还有上海的樊下拜个年 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新年好 如虎添翼 我们今天是要录两部电影 然后我们先问候一下大家 年过得怎么样 你们现在是 我们是初时录的 你们还在过年的状态吗 从来都没有在过年的状态 对 真的吗 我越来越讨厌过年 我还是比较传统的过年 因为我们家亲戚多 然后都在上海 就跟家里人 因为还有老人 跟我姥姥一起 所以就前几天都是跟家里人 后面就是在家宅着 其实就是休息了一下 狠狠地休息了一下 那在看冬奥会吗 我看了开牧师 我还挺喜欢的 挺好看的 艳丽忠呢 你是怎么过年 我就 我就没怎么过呀 就 出席跟 你不是出去 出去玩的吗 我看到你发的那个 对啊 我看你带家里人 你还当孝子 没有啊 我没有 没有吗 OK 那是我不读了 自己出去玩的 对 自己出去玩 好吧 然后那关注我 Instagram的朋友 可能也看到我是 去农村里待了 七天吧 然后也是两天前回来 然后 昨天就疯狂的 补课 看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两部电影 我们第一 先聊哪部 再聊哪部 先聊花火吧 先聊花火 花火好看一点 那就这样 今天要聊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花火 北野武 导演的 也是北野武 真正在影圈 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 就是文艺复兴人 很多才的 就是他在影圈 第一次拿到了金石奖吧 在威尼斯 还是罗马 我也不知道 对 威尼斯 所以屹立了他这个导演的 国际声誉的这么一部片子 是97年 98年的片子 然后我们第二部要聊的 其实我们选片的时候 没有刻意的要排比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 还是看出了很多 关联的 因为两部都有点公路片 然后 然后是1967年 美国的Arthur Penn导演 导演的一部叫 邦尼和克莱德的电影 其实这两部电影 说起来 邦尼和克莱德 可能是更深植于我们现在的 或者是影响了流行文化的一部 或许是在 起码在美国影史 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 对于我来说 都是第一次看 我们先聊花火 就请凡夏为我们介绍一下 花火的 好像英文里叫fireworks 然后我发现有太多电影 都是以这个烟花花火焰火 还有歌 还有连续剧 对有连续剧 我是因为搜片源 搜出来都是那个 好像是个中国的连续剧 是吧 他吓人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花火的基本情况 花火是 他是那个北野舞在 还有你为什么选到这一篇 为什么想看这 对 他是因为我就想看一个那个 因为东方的 其实之前咱们看的是 中国的比较多嘛 好像没有看 日本的有有有 但是想看一个 可能跟我们 对对 看的还挺多的 跟我们隔得更近一点的 一个日本导演 那我最喜欢的是北野舞 然后就想看一下花火 其实花火不是我最喜欢的他的片子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 君子狼 对对对 对 君子狼的夏天 那花火是他1997年拍的 是他拍的 指导的第七部电影 这个电影的情节 其实比较简单 然后电影的表现方式 却是比较的 刻意的复杂化了的 可以说 因为就是看过的朋友都知道 他用了很多插序 倒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讲的故事是一个警察 在两次 就是他的两个同事 因为可能他自己认为 是因为他的原因 个人原因 而遭受了一些不幸 其中有一位是牺牲了 另外一位是瘫痪了 在遭受这样的打击之后 他就辞去了警察的工作 去警察工作以后 这时候他其实个人家庭 也有很多的问题 他妻子得了绝症 他后来就借高利贷 又被这个黑社会 黑帮去追债 所以在这种各种的 麻烦缠身中 他后来就抢劫了银行 然后陪妻子 等于是一种逃离式的 去了一路沿路去旅行 然后这样一个故事 还是蛮 我觉得整体基调是 我觉得是哀伤里边 加着暴力 冲击力非常大 但是这个里边又带着 北野武非常鲜明的 个人风格 就是他的这种 他对暴力的处理 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 从静态咔到暴力 就从静态减到暴力的那种 张力是北野武 特别鲜明的一个标志 所以这部片子 我觉得对他 对北野武来说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电影 其实像我喜欢的 那个橘子狼的夏天 还有那个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这两部其实都是他比这个花火 更早期一些的电影 这两部都是偏安静的 然后偏更美一些 更唯美一些的 甚至他还有一部叫 《坏孩子的天空》 那一部也是讲 可能跟黑帮有关 跟这个成长的困难 跟暴力有关的 但那一部我觉得 跟花火比起来 也更加的柔和一些 所以对 我还蛮喜欢 也蛮喜欢花火的 对 你说北野武拍 因为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他拍这些和黑帮 和暴力有关的故事 是和他自身的经历 有关系吗 还是 还挺有关系的 因为他是从小成长在 他是战后的 是战后的第一代日本人 他是1947年出生 出生在东京 一个平民区的 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底层的一个家庭 就非常贫困的一个家庭 他父亲是一个油漆匠 然后父亲是 在50岁的时候才有了他 所以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 然后他成长的环境 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很贫困 他经常说他会在 会饿肚子 然后但是他周遭 又是充斥着暴力 就是 他其实北野武最近 在近几年 在中国有好几本 他的书有出版 比如说有一个叫 北野武的小酒馆 我买了 然后这里边 其实基本上有一些 很多他自己的观点性的东西 也有他对个人童年的一些回忆 这边就写到 他说暴力是发生在生活中 日常的一种事情 就是经常可以看到 所以对他来说 是一种非常 很暗熟的东西 然后他在 其实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 就叫凶暴的男人 这部电影就是一个 跟暴力非常接近 就是在表现暴力中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电影 而这部电影 其实最初的导演 定的导演不是他 而他是因为 当时已经是一个 成名的喜剧人了 他有接一周 可能录七八档的 这个电视综艺节目 所以因为档期的原因 跟导演发生了冲突 后来制片方就说 那干脆你来导 为什么会愿意让他导呢 就是因为他在 八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暴力 袭击 就是他组织了一群人 去袭击了一个 公布他八卦新闻的 一个出版社 所以就是可能 我觉得他周遭的 或者说业内了解他的人 都认为他跟暴力 这种行为是挂点钩的 而且他个人的外形 什么的 他好会 叫promote自己 就是 就是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 他个人经历 然后一直到他最后的作品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统一的 我觉得他这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特别真实 这个从他的电影的处理中 电影剧本的处理中 我觉得也能表现出来 嗯 我看过一点点 就是他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他都一直是那种 坐在一个大人沙发里 挤在一边 然后头埋着 然后手就一直在做 自己脸上的小动作 这种 就感觉他是一个 有一点 就他肯定不是那种 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 然后和华莱士谈笑风生的 这种性格 或者是他更多的 我感觉 不知道和喜剧演员 有没有关系 就是你说做这些脱口秀啊 或者是做这些人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其实和 和他舞台上的那个风格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 我会觉得他 是一个比较奇怪 比较 可能内心想法比较多 但是又很愿意 保持自己内心想法 直接呈现的那种 然后在这部电影里 你也看到 有好多艺术品 都是他自己绘制的嘛 然后那种 我觉得个人特色 也是很强的 OK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要插嘴说这个 艳丽忠 你喜欢吗 喜欢呢 就北野武这个人 他本身就是 具有话题性的 然后就大家 很多很多男生吧 或者就都特别喜欢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 就他最在乎的是 这种有趣吧 还有他的这种勇气 就是他跟他的 他其实他的统一性 来自于他 他其实很聪明嘛 他考上了 考上了大学 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 后来练了两年之后 他又觉得 特别没意思 然后他 他就想去做表演嘛 然后他就去退学 他是退学的 退学然后他就去找 那个去浅草嘛 去找这种机会 然后实际上 也早期的话 他根本也没有找到机会 人家也觉得他形象啊 什么的 也不怎么样啊 什么的 他是当那个电梯小弟 他在那个剧院里面 当电梯小弟 就给人开电梯的那种 然后后来有一个机会 然后他慢慢的 他就 他就越来越名了嘛 然后他是 是这种 然后在刚才那个 那个樊夏说的 说他 说他 在花火里面 他辞去那个 警察的那个 工作 其实不是辞去的 是他 他被开除的 因为 那个杀手 他朝那个杀手的脸上 打了四枪 那杀手不是把那个 他的同事 打死了吗 然后他就很愤怒 然后呢 他就 朝他的脸上 打了四枪 然后因为这个 他被 被开除的 好呀 你说我们要怎么 怎么去分享 这个 这个故事呢 感觉刚才樊夏的 故事其实是 高质量的总结 已经说完了 故事是很简单的 他其实 其实就是一种 大家为什么喜欢他 他就会把那种 暴力美学 和他 在过去 当喜剧演员当中的 那种搞笑的 那种幽默 然后融合在一起 然后实际上 通过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喜剧和暴力 是怎么融合的 这怎么融合 我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你说的这一幕 发生前两分钟 就是这两个黑帮的人 其实 他们是在 他其实说 已经是一个报酬的行动 他在守株待兔 然后他躲在一个 暴摊的 这个柜台的下面 然后本来有一个 妇女在那值班 然后这个 小混混就去买报纸 还是买什么 然后突然 北野武就从 那个报摊下面 跳起来 就是飞过来 然后把他按倒在地 然后接着就发生了 很多这种枪眼 和特别暴力的一幕 就是这 这是你说的 这个喜剧和 和暴力的结合吗 这个都不算吧 他其实他最有名的是 他最有名的是 那个 那个实际上 还不算是暴力 就是他们在 街上蹲点守候 他的身份是个警察 他蹲点守候的时候 然后有两个小孩 然后在街上去 玩棒球 然后他就 那个棒球 那个球就滚到他的脚边 然后他就把那个球捡起来 然后就做了一个 要抛 扔过去的一个姿势 然后那个 那个球员 那小孩 然后还很认真的 然后做好了知识 准备去接他扔过来这球 然后他做了 所有的一整套动作之后 然后他把那个球 往旁边扔了 这是一个 很经典的 他的 在花火里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小伎俩吧 然后还有 还有就是一开 还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 电影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有两个小混混 然后一开始 在他的 在他的那个车上 然后吃便当 然后把他那吃脏了 然后他就过去 然后就修理他们 然后他们就开始给 给他的擦 然后车给他擦干净 擦着擦着 然后那小混混一下 就从车上滑下来了 对吧 然后这是 这是一个那种滑稽点 你知道吗 然后他又过去 他又一脚 把那小混混 然后就踹倒在地上 然后这也是一个滑稽点 就是他经常会用这种 不经意的这个 来打破那种 存暴力的那样的一些 一些东西吧 我还印象比较深 就是在后半段 其实也有一些 就是那时候 可能节奏比较缓 整个基调 更温情卖卖的时候 就他陪着妻子 去旅行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那个照相 对对 照相的时候 他们摆好调好 因为是自动拍照嘛 然后在那个照相机 去抓的一瞬间 过来一辆车 还有那个就是 在海边遇到的一个 那个挑衅他妻子 那个男人被他打 后来那个人 在坐在山边去晾衣服 然后警察来的那一段 就是有好几处吧 还有最后一个 在海边放风筝的时候 他把那个小姑娘的 风筝的那个翅膀 扯烂了那一块 我觉得这几个 就是感觉这几目 都是特别典型的 就是你能想象 它可以在舞台上 作为那个 对 作为那种漫才 或者就是我们说的 这样的有些像事的 或者现在的脱口秀的 那种非常肢体化 非常强烈的表演 都可以去演出来 我觉得这几块 印象还挺深的 就听你们说 一个是他在日本 就是漫才表演的 这个背景 然后加上你们分享的 这些喜剧的桥段 但是其实电影里 如果你去描述 这些人物经历的事情 都是特别真实 特别沉重的事情 北野武扮演的角色 和他的老婆 首先是丧女 对吧 他们年幼的女儿死了 然后这个老婆 好像是陷入了 某种精神疾患 没有能力说话 然后又好像得了白血病 还是什么样的绝症 北野武饰演的探长 他忙到没有时间去看 自己的老婆 没有时间陪伴 尽管他们俩的关系 出人意料的好 然后北野武自己在工作中 他的同事也是频频的 就是出生入死 然后很多殉职的 然后他自己又陷入了 这么大的财务危机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完全是一个一塌糊涂的 中年男人 生活已经糟糕到 所以他的表现绝望 对 所以他其实那些 所以你觉得导演的目的是要 幽默的那些东西 其实他其实是更 就是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 他其实是笑的 这就是那种更高级的一种绝望 就当一个人 他内心绝望到谷底的时候 别人跟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其实是当那个没事人一样的 他实际上是那种感觉 而不是说 哎呀我就要表现我 那个闷在那一直抽烟 一直痛苦 那种都特别的 就为什么他能得金石奖 就是因为他表现的特别高级 然后人又能够在这种 不经意的这种里面 然后能感觉到他的 那种绝望的美 其实自杀自绝 用他们的汉字写出来 这也是书 不是书里 这部电影里的一个主题 然后好像和 还有一个对比的人物 那个人自杀了吗 他的同事 应该是没有 他就是 他的那个同事想要自杀 然后呢 他就是为了阻止他自杀 他去跟高利贷借钱 因为他丢了工作了 他跟那个 他要自杀那个同事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事 然后一个是因为自己是 被打残废了 然后呢 他老婆孩子 然后都走掉了 然后呢 他是因为他 不是朝那个 凶手的脸上打了四枪之后 他就被开除了 开除了之后 他不是也没收入了吗 他又没有收入 然后呢 他老婆 然后治病又要花钱 他这个同事又瘫痪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另外一个殉职的同事的老婆 又有孩子 所以他方方面 他都需要钱 那他怎么办 他就去借高利贷了 是吧 他就去借高利贷 所以他就 借了高利贷之后 他又没办法还 所以他就才去抢银行 所以他 所以他这个剧情的推动是 他走上一条不归路吗 他 这个 这个就和我们要聊的 另外一个电影 就那个 雌雄大盗 他是一样的吗 他们也是走上了一个 不归路吗 一开始只是一个 那个 小脱了小摸的一个行为吗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 然后他们就杀人了吗 然后就杀警察了吗 然后就走上不归路 我还 我听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因为在电影里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想要自杀的那个同事 是因为他 他的妻子抛弃了他 然后 自己变成了一个 要需要坐轮椅 不能自理的人 他就比较郁闷 但是 就是在北野武的倡导下 他就开始画画 然后画的那些画 确实是现实生活中 北野武画的 这就让我想起 是北野武好像 这个角色 这两个人都是他一个人的角色 这两个人都是他一个人的角色 就有一种 给我的感觉就是 对 他的选择是否自杀 或者是是否 就是通过艺术 或者是其他的爱好来消遣 完全是取决于 就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变量的 比如说 他的家庭生活怎么样 就是 他爱的人是否患绝症了 就你感觉北野武 给那个人提供的建议 也是真诚的 就是说 你就搞搞 那个 那个其实就是 他对自己说的话嘛 他想要自杀 然后他其实 那个他的同事想要自杀 是因为他瘫痪了嘛 然后北野武 就是花火这部电影 是北野武出车祸之后 拍的第一部电影 是吧 他出车祸是 他骑了一车 摩托车 重新摩托车 然后他又没有戴头盔 然后他又喝了酒 然后他就自己 就撞到那个护栏上面 然后他的半边脸 然后就插到那个护栏 里面去了 所以他就变成了 他 他之前 都是好的嘛 后来从花火开始 他以后的电影 都是一个面瘫的那种 那种角色嘛 因为他一半的脸 是不能动的嘛 所以当他 这个花火这个电影 得金师奖的时候 他在领奖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 他说我的半边脸都笑了 是吧 他就用这样的一种 所以他其实他 当他面瘫了之后 当他经历过这种车祸 死亡 然后之后他其实 他可能他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靠我的半边脸 我面瘫了 我还怎么演呀 他肯定他也想过 内心也有绝望的地方嘛 他可能他也想自杀 然后呢 这个时候他又画画 所以我 我自己感觉啊 他给那个 他的那个同事的那些鼓励 其实是他自己给自己说的话 对 那个人起码是他半个自己 或者是更像生活中的 对啊 对啊 自己有可能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好奇的事情 就是刚才樊夏说 这个电影的冲击力很大 我想问有多大成分来自于音乐 因为在一开始你就看到 那个就是让作曲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是我下载了一个那种纪念版 高级的纪念版 里边就有一个不同的音轨 然后我放出来的那个音轨 就是有一个影评人 一个英国的影评人 在评论这个电影 然后电影本身是静音的 就是通过字幕 所以我可以 后来我搞清楚了 如何去换那个音轨 但是我90%的电影 其实是听这个人评论看完的 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就是看了一个末片 就是我看的是一个末片 然后我偶尔换回来这边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习惯 有那么也不叫煽情吧 有那么抒情的音乐在后面 好像在告诉我应该 感觉到这样的情绪 感觉到那样的 当然也不是那种 梁柱的那种煽情 就它还是一种 这种大汗 但我是觉得 对对 我是觉得它的音乐 还是比较淡的 就我是感觉 它整个的片子的氛围 从它的音乐 到它的色彩的处理 然后到它镜头的运用 感觉都是一种 就是有一点像中国的那种 写议精神的运作 就是九十让 是跟它合作很多次嘛 然后从可能 它的第二第三部影片 就开始合作 然后它一生 就是北野舞到现在 可能拍了十七八部电影 九十让可能做了 其中有一半 都是九十让作曲 但九十让另外一个 合作的比较多的是 宫崎骏嘛 这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导演 九十让曾经评价过说 这两个人的区别 他认为宫崎骏导演的作品 是以旋律作为主体 北野舞的导演作品 是比较偏向 极简音乐的旋律 也就是说 可以理解成就是 宫崎骏的作品中 可能音乐是一个主要元素 或者是来做家法的 但是北野舞可能是 音乐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背景 背景设置 然后包括他自己 我觉得可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 你看的是 如果是一个陌生版的话 就因为北野舞 他自己在那个 曾经说过 他说 他拍暴力镜头 其实是很清淡的 就是所谓清淡 就是说没有一些 附加的戏剧化的处理 而是更接近于 真实暴力的发生 因为他曾经 就是近距离的观察过 各种暴力嘛 就是比如说 他说在他老家那一带 都是脾气火爆到 令人炸舌的人 黑帮火病的场景 在那是家常便饭 比如说一个人 肚子上挨了一刀 喊一声好疼 身体随即蜷缩起来 就倒地而亡了 就是 其实不会 凹什么奇怪的造型 所以他在处理暴力的时候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 有很多 我们可以感受到 其实就是 直接一枪毙命 或者是比如说 拿起什么筷子 捅人眼睛这种事情 跟那个 就是感觉是非常 贴近于可能现实 毫无征兆 对 毫无征兆 突然发生 对对对 但是他在 声音的处理的时候 他又非常的苛刻的 会选用一种 他说他电影里面 使用的枪声 全都来自真枪 就比如说演员 用一种什么样的枪形 去射击的时候 配音就是真实的 这个枪形发生的 以及这个枪形的弹壳 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 比较可能 比较那个 龟毛的 激躁的在 在于这种细节的处理 但是可能反而在 配乐这种 用来辅助性的 抒发感情的事情上 他会倾向于 让他们 退到一个背景位置 而不要占据 大家的 主要的观察点 对 对 但是我的那种 观影的过程 给我的一个启发 就是其实这部电影 变成末片也基本能看懂的 然后就可能有一些 因为他没有什么词嘛 包括字幕就 对啊 他台词加起来 也不到十句话 而且我就会觉得 没有了那个 90上的音乐以后 他变得更开放了 就是我对这些人的心情 去如何理解 就起码对于这个 面摊的主角的心情 就更开放 因为比如说他老婆 其实就是成天都笑嘻嘻的那个 就和音乐是蛮搭的嘛 就也还 就我看起来也还OK 然后听这个 听这位做解说的人 他话也不多 他就是偶尔评价一下 偶尔评价一下 也是蛮有趣的 然后就让我感觉到 好像他在 北野舞在日本 大家并没有像在海外这样 主要把他看成一位导演 还是更多的看成一个艺人这样的 对 首先都是说 他是一个comedian 就是喜剧人 然后才是导演 对 我就在想 他会有点像我们这儿的 我们这儿有什么喜剧人 是这么多彩多艺的 我想说一下陈佩斯 因为陈佩斯 没有真的 我经验的一部作品 陈佩斯排过暴力的吗 不是 陈佩斯在去年底的时候 他导演的第二部舞台剧 叫金梦 然后在那个上海大剧院演 我去看了 真的是惊艳 就是一部非常完整 然后非常出色的作品 我觉得你们要是有机会 可以真的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也是 你说那个金梦 就是什么游园金梦 对 他是结合了 他讲的是一个昆曲剧团 发生在那个战争年代的 躲避战乱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里边既有那个古典元素 然后又有就是很 很当代的一些表述表达 然后整个的那个 从编剧到整个的 就是演出表演都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真的是 那是谁写的 谁写的剧本呢 陈佩斯导演 剧本可能是他和别人合作的 OK 那那个关于花火 还有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花火我觉得是 对于我们 因为是好多好多年前看的 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 暴力 这个暴力美学的这样一系列的 一些东西吧 一些电影啊什么的 就好多 比如昆丁的暴力美学啊 然后 然后这个 这北野武的呀 他们都是各自有各自的风格的 嗯 但 但那个 北野武的暴力美学就 就会让人看到很多特别 温柔和绝望的东西 他 并没有说为了宣扬那个暴力去暴力嘛 这种 作者电影的这种暴力美学的话 他其实探讨的就是说 你那个观众 然后 你的主观 主观感受 形成背后的这个逻辑 为什么你会 看北野武的这种电影 你会 又有一种绝望 又有一种好笑 然后又有一种 淡淡的忧伤 然后 这样的 是是怎么 然后就开始植入我们的大脑 然后你会觉得他 特别 特别有味道 进而去喜欢他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我还没有 没有仔细的研究清楚 但是我只是 浅浅的感受到一点点吧 嗯 我会觉得他的电影 就是一个是这部片子 就他肯定 完全不是类型片吧 就像你说 他是个作者电影 然后他又 对他跟那个 之前那个 雌雄大道一比起来 他就完全 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的 呃 雌雄大道 就完全还是 对 还是 就比较老套的 那样的电视的 电影的那种叙事的手法 对 maybe 但是反正这一部呢 我就觉得他 一个是有这种 日本家庭 这种剧的 这种温馨 两个人开车 出去泡汤啊 就他没有 他没有花很多篇幅 来讲这些事情 但是你完全是 很熟悉的这种 家庭生活的场景 然后在那做什么 呃 拼一些什么智力游戏啊 他就是把这个 类型和他想拍的 这种暴力的类型 放在一起 我觉得自然就会产生一种 很奇怪的效果 然后加上他的镜头 都不说了 就是他的剪辑的那个 当头一棒那种 我觉得这些处理 还是能够形成一个 比较鲜明的特色 嗯 再加上 嗯就是 嗯 对 我也是觉得 我会比较 就是感觉印象最深刻 对北野武 就是说 他的那种 平衡感的掌握 就是说 他的身上 可能最大的标签 是对这个 就是暴力美学 这种 这一类型的影片的 这个导演 但是我觉得 他的所有的影片中 都有一种 就是一种 悲 就是哀伤 还有一种温情 在里边 就是有一种 深刻的同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 就是特别难得的 嗯 你从他前期的作品 对 可以看的比较明显 可能 后期的 因为我看的也偏少了 但是我觉得 嗯 就是 可能跟他的 个人的个性 也是非常相关 然后跟他的那种 在舞台上的那种训练 也是非常相关的 就是说 他在舞台上训练 那个 因为漫才这种 在舞台上的 直面观众的表演 本身就是对 就是对这个 舞台的气氛 对舞台节奏 然后对观众的 临场的这种 反应的反馈的把握 我觉得他的这种 敏感度 可能很好地 给了他训练 能够让他呈现出 我们在电影中 看到的这种 他的一些 非常巧妙 而且非常独到的 通过电影语言的方式 去对故事 进行重塑的 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是他 可能别人 也都很难学到的 嗯 对 我觉得他牛就牛在 比如说他是 漫才出身 就是这种 上海的相声 他其实是一种 在语言驾驭上面 是非常厉害的嘛 话是很多的 但是呢 他在这种 自己的这种电影里面 然后就呈现出一种 人狠话不多 对吧 然后这个 和他的那个 真实的那种 那种那种状态 又是一个 宣明的一种反差吧 然后这种反差的话 就是带来一种 那种克制嘛 他那电影里面 他对于暴力的 其实他是 有一种克制在里面的 还能再暴力一些吗 这能算克制吗 这筷子在眼睛里 我都看见了 但这不重要 我只是觉得 就会被冲淡 你不觉得会被他平衡掉 就是你不会觉得 这部电影看完 我觉得他跟坤丁 是完全两类的暴力 我不喜欢坤丁 我其实 对对对 就主体就是暴力 但是我觉得 北野武你看完以后 你可能记住的主体 更多的是他的一些 我觉得我记住的是 他的那些悲哀的部分 然后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 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那个 就是圣诞快乐 劳伦斯先生里边 他不是演了一个角色吗 演的那个中视 在最后的那一幕 他的那个笑 就是让人特别 能够被打动 我觉得那个是 他天赋性的一种流露 就是他作为演员 那我们过渡一下 到我们今天要聊的 第二部电影 其实第二部电影 这个Bonnie and Clyde 也可以叫花火 然后我为什么说 他也可以叫花火呢 其实也是一种 某种程度的一个 殉情的故事 虽然我们在这个花火里 没有讲太多 关于殉情的这一幕 然后也是跟生命的燃烧 短暂 它的美 它的消逝 这些等等都有关的 大概的故事 其实它是基于 我们刚才讲 是六七年拍摄的 六七年夏天上映的 六七年的美国 是就是所谓的 这个爱之下的 这个整个嬉皮士 这些运动的高潮 然后在他讲的故事 其实是三十年代 美国真实发生的一对 这种雌雄大盗 然后在报纸上 也是一直被报道 然后后来被警方击毙的 这么一对青年男女 一个女生叫Bonnie 男生叫Clyde 然后六十年代 再去 其实在Bonnie and Clyde 发生后 有很多电影 或者是其他的电视 已经是讲他们的故事了 改编 六十年代的这个 Arthur Penn的这一个电影呢 可能是今天我们看来 是大家最能记住的经典 我觉得其实 一个原因和它出现的时间 与美国的这个 嬉皮士啊 或者是这种 反主流的这种 counterculture的 文化运动的成熟 应该是有关系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 它能成为经典的原因是 虽然其实Arthur Penn这个导演 我们今天 Arthur Penn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他的这部片子 被我看好多人都说 是叫什么新好莱坞 或者美国新浪潮的 一部典型的作品 我觉得如果一个 很明显的去看 对比 旧好莱坞 新好莱坞 六四年 上映的音乐之声 你看看那个感觉啊 就是那种传统的电影 然后给 他你去想象 音乐之声的那种主旋律 然后他所面对的观众 然后那些人的表演方式 讲故事的方式 再去对比 虽然燕里中说 今天看来 可能 Boney & Clyde 是有一点成就 但是 你对比音乐之声 你能看出 他完全是一种 放飞自我的 就是从第一个镜头开始 我们看到一个 超级特写镜头 一个裸女 在家里 一直到最后 乱枪击毙 就是 其实我觉得 在当时 甚至是现在 他还是 他 我反正不会用 特别传统的叙事 来形容 来形容 《雌雄大道》 这部电影 他的中文名字 有 Boney & Clyde的音译 有《雌雄大道》 好像台湾 还有一个 我们没有明天 好多呢 好吐 好吐 非常非常 印台湾人的 这种导国 很台 这种形态的 翻译 很台 还有一个电影 叫《劫匪》 它是 它是从 抓 呃 《雌雄大道》的 办《雌雄大道》 这个案子的 那个警察的角度 出发 然后来 也是拍这个 那个是 奈飞在 哎 奈飞在前两年 拍的一个剧吧 好像最近的 是不是 对 对 highwayman 对吧 对 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 还有纪录片 那我回到这部电影 其实它讲的是 鲍尼这个女生 遇到了克莱德 这个男生 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这个女生是一个 在餐厅里端盘子的 30年代的大 经济大萧条 是他们的时代背景 他们生活在这种 其实很像 呃 我们之前节目 就是上一期 文化土豆 斯坦贝克小说里 描写的那种 同一个年代 是不是 同一个年代 基本是大萧条 同一个经济背景 同一 同一个州啊 这些 呃 地理背景就是川普的 票仓的这些 这种感觉 然后生活无望的年轻人 他们俩就组成了 一个梦之队 然后就开始 有不同的人 加入他们 他们给自 他们其实抢银行 非常的不在行 抢的都特别的 勉强和危险 然后还经常 把自己弄伤逃跑 也经常跑得不彻底 但是呢 他们杀人如麻 啊 然后就枪法很不错 然后夺子弹的这个 能力也很强 就是在逃跑和杀人的时候 都显得特别毅然决然 而且都是奋不顾身的 而且是一个集体作战 掩护的也比较好 然后他们可能 更厉害的是 在媒体上 创造自己的 这个自媒体形象 他们成为了 就是报纸 特别是这种 黄头小报 热衷报导的这种 反派英雄角色 呃 就我讲的真的是 现实生活中 所以 他们会用 相当于 呃 保利来给自己拍照 当然他们说是柯达 可能也是一种 济世成像的东西 他们会把 自己写诗 拍照 然后寄给报纸 一路上 一路上在逃逃逼 追捕的这个路上 还在给自己 做公关的这个工作 他们的生命 和他们的这个职业选择 就像花火一样 就肯定是只能 很快就玩不下去的 但是在 在这个过程中 给我们看的就是 这个不长的 这一段时间里 就是这一部电影 然后我想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好奇 你们在看这个电影之前 你们生活中会用 邦尼克莱德这样的表述吗 因为其实我是在 文化土豆里有一次 有一个嘉宾叫王葛 然后我们是聊什么事情 忘了 就是两年前的一期节目 他用了这个词 然后当时呢 我在英文里 也经常听人说这个词 我一直把它误解为 就是一对好朋友啊 就是一对恋人 然后真的是 这次看了这部电影里 我才理解到 形容两个人的关系 或者他们做的事情 像邦尼和克莱德 其实还是一个 蛮复杂的一个情况 你们 我觉得是一种扭曲的依赖 就是这两个人物形象 就是首先我想说一下 哇 你一下子长得好深 不是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对这个电影的 那个观感 非常一般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电影是处于一个 它的创作上面 没有想清楚 就是我觉得它是 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有这个结论 就我觉得它 首先它一上来 你们记得那个第一幕 或者说前几个情节 就立的人物形象 其实就是这个女的是一种 非常就是跃跃欲试的 然后又想打破 现在生活的桎梏 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生活 而且又很少 没有什么边界感 也没有什么道德感的 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然后这个男的 从他的一些描述啊 这种里边也可以知道 就是他是有前科的 然后被放出来什么的 那其实这两个人物 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 是反英雄的 这样一个人物 可是导演好像 在后面的处理中 有多次的努力 想要给他们翻案 就我觉得导演 就抢银行嘛 对 我觉得处理的 特别的不好 特别暧昧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暧昧 就是这个导演 没想清楚说 我究竟是想讲一对 雌雄大道是 就是坏人的故事 还是好人的故事 在你的眼中 翻案是从坏人 翻成好人 还是从好人 翻成坏人 我觉得因为前面 能表现出 他们一定程度上的 恶和反社会 但是后面可能 他又想 就不断地渲染 说可能 他们的一些 人性化的地方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 给我觉得 我是觉得最难 就是最难欣赏的地方 那如果说 说回到你刚刚 那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一种 他们两个人 都有自己 想要逃离的东西 都有自己 想要追求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 鞋骨眼上 就是一拍即合 同时又是一种 相互鼓舞的状态 尤其是这个 就是Bonnie对Clyde 我觉得至少在 真实情况 我们不说 如果至少在 影片的这个 人物处理上面 其实Clyde 一直是在 我觉得是在 被Bonnie 一定程度上的 在怂恿着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最后这两个人的命运 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 就是没办法分开 好呀 你说了好多 我觉得得 慢慢的才能够 理清楚 那先 艳丽忠 你先说一下 你的观感 我觉得这个 其实 就这个电影 它好多 好多该表现的 没表现 不该表现的 它瞎表现来着 可能也是为了 政治正确吧 比如说 我们就讲 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 要么就是贫穷 要么就缺爱 是吧 这个邦尼 他的 他为什么会变成 这个样子 然后突然看到 一小偷在偷他妈的车 然后他就下楼 然后就跟小偷就开始 干这活了 这不符合逻辑 对不对 他这个邦尼 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事 他的动机和逻辑 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讲 但实际上 因为这个电影 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然后来改编的 真实的事 然后邦尼为什么会这样 邦尼小时候 他是 就是很小的时候 他爸就过世了 然后他妈就带着 三个小孩 然后就搬到一个 达拉斯一个很穷的地方 就他妈也管不了他 然后呢 他 他其实那个时候 他还挺喜欢一些浪漫的东西 所以 所以那个 他就喜欢写诗啊 喜欢那些东西 他还是一个学霸嘛 后来因为小小的 反正妈也管不了 老爸也没了 所以他在15岁的时候 他就 他就跟他的男朋友结婚了 对吧 结婚了之后呢 你在说真实世界中的 真实的 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 这个女劫匪 他结了婚以后呢 他为了表达他的 对于爱情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坚定 然后他还把他 老公的名字叫Loy 然后还纹身 纹在自己的大腿上面 对吧 在那个时候 纹身其实还是 不被太认可的嘛 他就是 那个时候他就 既浪漫 又反叛 结果呢 结果他老公是一个 特别大男子主义的 然后就经常打他 就家暴 对吧 然后呢 他就 他就自己就跑了 所以呢 他是 既缺父爱 一般缺父爱的人才会 想要很快的找一个男的 对吧 所以他是缺爱的 他又浪漫 又缺爱 所以呢 他遇到这个小偷 他的那种反叛那种东西 才会出来 他才会跟着他一块去走 我能来夸一下这个电影吗 我大概明白 你们的意思了 我 我其实挺喜欢这个电影的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俩的 其实你们俩的批评 也是有很多当年的影评人 可能至今 包括你们的反应 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 然后我为什么觉得这些 其实都不太重要呢 就是说 我先说好坏吧 就可能 这两个词一说出来 你刚才说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 这个可能听着说出来 都觉得没有必要了 对吧 因为这个好人和坏人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确实在很多英雄电影里面 一些反派 反派是会转成 比如说被收安了以后 再去帮 帮国家 帮FBI干个活啊 就是这个其实是英雄电影里 会出现的事情 在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一个最 给的最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也是和现实不相符的 在电影里 克莱德这个男生 他有 阳尾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和 邦尼的这个关系 始终都没有 在肉体层面上发生 这是这个电影里的 我觉得他的 就是在心理层面的 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点 在电影的后半段 他解决了这个阳尾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转 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设置 但是我 OK 删掉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设置 我知道导演设置 是有他的原因 我是觉得这个反转 是挺没有道理的 可能和 樊下说的整个的形象的转变 有一点关系 就是这点我可以同意你 但是这部电影里 我觉得 稍微回答一下 燕李中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太出名了 所以我觉得 这部电影 不是拍一个传记片嘛 它是一个细说的东西 它就没有必要去写实的 去还原 他们的原生家庭 出现了什么问题 造成他们走上这一幕 包括我觉得导演 有一点有意识的 在讲社会经济背景 大萧条的背景 好像促成了他们 走上这个道路 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 这两个人物 他就是要塑造 两个浪漫的 不期的 大道 对 他们就是 你就把他们想成 心里变态好了 但是导演要给你形成 要给你看的就是 他们也可以有一个 很强的关系 然后他们也在过着 自己觉得很浪漫的生活 哪怕是那么一小伙 所以我其实觉得 这两个人的形象 在我心里塑造的 还是挺清楚的 我不care 他们有什么背景 我完全理解 这个女生为什么会 遇到这一件 这个男人和他聊天之后 勾搭上了 他们开始可能只是想勾搭 这个女生下车的时候 下楼 只是想勾搭一下 但是 这个男的 马上就把他们之间的 这个调情的游戏 抬高到了一个 一起犯罪的 一个层面嘛 就有点像 有一个微信表情包 叫说要谈恋爱嘛 那种一起去死那种 就是 他就是被 你是收到过这种表情包吗 一起自杀那种 那种啊 然后 我就觉得 他们 就是 对你把他当成一个爱情片 看就 就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像那个 那个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 然后两人就是一见钟情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去讲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 不是 就是我复盘了一下 我觉得把两个情节拿掉 我可能就舒服很多 一个是他们 去 就是在那个房子 就是说 原来是我们的房子 被银行收走了 然后他去拿枪 去打那个房子 这一幕 还有一幕就是 他在抢银行的时候 他说那个钱是你的 还是银行的 然后那个老头说是我的 他说那你就拿着花 就是 这种情节 我觉得就特别多余 我觉得就是一种 导演的暧昧感 很没想清楚 政治证券了 对 要反映什么 要教育人民 我觉得特别不好 对 他要为了 就是要迎合 你不觉得 就是犯罪的人 他 我讲的犯罪 就是只是说 在电影里情节里 安排他们犯罪 我没有再judge他们 就是他们也需要 要给自己一个变化 给自己一个叙事 来保持一种 他们自己的这个建设 心理建设 他其实没有 如果他真的是 同手无期的抢钱杀人 就是他也没有变态到那个地步 你看在电影里面是说 他们是只 他反复经常说一个台词 就说我是抢银行的 对吧 然后我只杀警察 或者什么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个真实的这个邦里和克莱德 他们其实并没有抢银行 他们都是抢那个小卖部 都是杀人家那种小老板啊 什么的 人招他惹他了 人敢一买卖 是吧 当然这个就是他们俩 我觉得他肯定也受了 那个年代的一些 就是大家的一些思潮 就是说银行都是 就你没有办法来帮银行说话 你没有办法去 对啊 去帮资本家说话 没有办法帮 哪怕是中农说话 他其实就是 就跟红卫兵一样的嘛 他们觉得造反有理呗 嗯 然后他们就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就成了一对红卫兵恋人的故事 我们很成熟的 激情恋人嘛 这个 这种中国也有啊 就 就你们知道那个法 我就想问中国的这个 法子英和那个 和那个劳龙之知道吗 对 法子英和劳龙之 就是 我不知道 你科普一下 就 就 就法子英 那么的 他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这种 这种劫匪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 他也是有老婆 有孩子的 但是他在一次 大概是这样 偶然的机会里面 就碰到一个叫劳龙之了 这个劳龙之是一个小学老师 长得很漂亮 对吧 然后呢 他们俩就 就王八看绿豆 就对上眼了 然后这个劳龙之 这个就就老师也不当了 然后就跟着这个 法子英 法子英是男的啊 就跟着这个法子英 然后呢 去去社会上去闯荡 就去干坏事 他们怎么干坏事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劳龙之 他就去用自己的美色 然后去引诱那些男的 引诱 引诱来之后 然后这个法子英 然后就绑票他 然后呢 就去勒索他们的钱 然后在最后再撕票 然后最后 最后肯定 这个这个法子英 然后就被被抓了 然后就被判刑了 然后就被枪毙了 但这个法子英 他他就死 他也没有说出 任何关于劳龙之的信息 然后他就这么就死了 然后这个劳 最牛逼的是这个劳龙之之后 隐姓埋名 然后呢 就是20年之后 然后才被抓 抓到 这难道不就是这种形象的 他有力量的地方吗 我们今天你还会记得这两个人 就是因为他坚持了某种狭义的精神 这你说这狭义的精神 他最后那个案子 最后那个案子是什么呢 就是他 那个劳龙之在 在夜总会里面 然后就勾搭上一个老板 然后呢 就把这个老板带回家去 带回家去 然后这个还专门做了一个笼子 然后把这个人抓进去 关进去 说我们很残忍的 我们会杀你的 你要不那个 然后那人不相信 不相信他们会杀人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他们就又骗了一个木匠 到家里面来 然后就当着这个老板的面 把这个木匠给他肢解了 肢解了之后 然后就放在冰柜里面 多变态多残忍啊 但我们再说两件事情 我肯定不会因为看了这个电影 羡慕他们 然后就去抢银行 甚至就是和我的妻子一起去抢银行 就我肯定不会这样 就是我看他完全是当一个电影作品欣赏的 所以我也会主观的去忽略 他们的受害者的感情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不会去想 对我理解理解 对他就是反正就是 就是坏人也是有爱情的嘛 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之间 OK那我们就来把他当爱情 潘金莲和这个西门庆来讲 电影里他们俩 我们在讲他们在床上躺着的时候 有一幕邦尼哭了 他悄悄的哭了 流眼泪了 没有被克莱德看见 你们有印象吗 这一幕是在哪个阶段 他们可能是已经有一点意识到 自己他们是会走下坡路 冲突末路了是吗 对然后呢 他们在说如果能够重新开始 因为好像也是他们也抢了一大笔钱 就是他们在想 如果这些通缉令都消失了 他们拿着这个钱 可以到一个没有暗底的州 对然后再说我们要抢钱 我们就到其他州去 然后邦尼还挺失望的 他还以为他们可以 那个那个 岁月静好的生活 但实际上 你完全理解反了 我理解反了是吗 嗯好吧 因为这个男一直是这个男的在说话 这个男的说 这个女的问他你想怎么样 这个男的说 他想搬到另外一个州 对对岁月静好 然后这个邦尼脸是背对着他的 这个男的是躺着朝上 这个女的是侧在一边 他就流泪了 我不是觉得他被这种幸福的勾勒出来的幸福生活给感动了 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克莱德说 I will change nothing 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改变 我还要过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经历的 对和我们过去在这一段时间里经历的热恋 出入的生死 然后哪怕是吃的这些 受的这些罪和要去面对的死亡 我觉得这个就是邦尼的这个人物 他是过得很high的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男的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 或者是他们理解的 他们的感情的那个炙热程度是不一样的吧 我是这样去理解他为什么哭的 我对那个邦尼的人物也是这么理解 我跟一帆的理解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想要冒险 然后想要不断的挑战平静的生活 可能不满足于任何 就是那种 对对对 就是永远处于一种野心勃勃 带着带着热望 然后带着冒险的渴望的那么一种人 但这个也是和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 太少 是有关的 对吧 他没有地方施展才能 在今天他可能就去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在那个时候 然后在那个时候 他只能找一个可以和他分享一点这种人生选择的一个男性 然后去帮助他完成完成梦想 倒倒不是说 我觉得纸牌屋里的那两对人有一点像吧 就是在纸牌屋 高配吧 对在纸牌屋里是Claire 她叫Claire 我也忘了她叫什么了 她是 就这个总统夫人 她最后出道 她之前一直是在幕后 然后但是你最后发现 她其实是并不比她老公逊色 或者是没有她老公狠的一个 一个人 她是 好像是更厉害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你们觉得这个慈雄大道这个电影里面 你们觉得最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最后一幕啊 我也是 就是 他那个 他那个结尾 结尾结得特别的暴力美学 特别的 哇 就一句话的 这个男主角女主角 然后一句话都没说 连个眼神都没对上 然后一对秃秃 然后完来之后就抵恩的 但是眼神对上了 你记得那个 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有一个 他用的非常拙劣的一个跳接的方式 就是他们两个人不是看到 那个被就是警察出来以后 有一个剪他们两个人脸的特写的 那个你们记得吗 嗯 就他们对上了 对对对 他们是在爱 对视了一下 但是这种方式表现 对视 按照大家的那种 那种习惯应该是被 都被打成塞子 然后还得在雪坡中爬一爬 然后手互相伸到对方那里 去够一够 没有 但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也是被打成蜂蜂美 但是我看到的版本是 他们都坐在车里 然后他们是被一颗子弹打死的 先进入了克莱德的天堂 然后这边出去 然后再打进邦尼的头 嗯 不知道 反正反正就就说这这俩人被被打死以后 然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过来 然后来来来来来捡他们的那个衣服上的碎片 回去做纪念啊什么的 他是一个现象级的罪犯 这就是传奇 对 但说起电影里让我印象很深的 其实他的就是克莱德的嫂子的角色 还有所还有还有那个摩斯 这两个人我觉得都演得非常好 嗯 就是这个嫂子好像还是德拉斯卡最佳女配角 对 因为他的那个转变其实更大 就是他开始是作为观众 或者是小白的这么一个角色 进入 根本都不愿意知道他的老公可能 或者老公的弟弟是罪犯或者是怎么样 他后来变得很嗨 就是他尝试了这个滋味以后 他尝试了犯罪的这个这个甜蜜以后 他就整个扮相也变了 人也放得开了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是这样的 犯罪的时候他会那个肾上腺素会飙升吗 然后就会犯罪成瘾是吧 就是那种刺刀剑红 那个人 就是我有一个警察朋友 然后他跟我说 说你如果碰到那种杀人犯 或者那种激情杀人那种 说你不要去跟他怎么怎么样 你就赶紧 你就赶紧跑你知道吗 说那种这种犯罪分子 然后他在杀人的时候 然后他的肾上腺素会飙升 他跑得比刘翔都快 对 然后这个电影里 其实我觉得和花火一样 也其实是挺幽默的 你把它当成一点喜剧看也没有问题 也有一定的那个 对风格化的那种喜剧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那几个配角 对 对那几个配角是 还有他们半路中拉起来的一对偷情的情侣 就是他们先偷了人车 别人追他 追他们的人 追远了觉得有点害怕 他们就说算了这车不要了 我们就开回去 开到这个郊外了 结果这个罪犯还就是掉了个头来追这些人 最后还把他们给绑架了 然后在那个车上还 还就是恐吓着他们说和他们好像很合群的一起玩 我觉得那一段就是也是一种 就是他们犯罪分子的 就是犯罪团伙的这种犯罪达到一种高潮了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希望这些生还者 特别享受 去讲他们的故事 去讲他们的故事 然后他们会被媒体采访 对吧 就是和他们做的这个 打造的他们这个犯罪团伙的这个形象都是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可能也是看小报 或那个可能是纸张纸媒的一个 很兴旺的一个时期 所以大家都想着出名 就像樊下说他们今天就去综艺去了一样 就这个梦想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就在那种大萧条 大家都特别的无助无能的那种时刻 然后呢 我做这么一个事 然后让大家能记住我 也是有些人 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就我就要成名 而且恰恰是他们在媒体 他们在媒体C位出道之后 他的那首诗被刊登以后 克莱德的阳尾的问题就 没有了 这就是导演的用意 是把他安排在这个节骨眼上 也有点搞笑了 好呗 那这两部电影就聊到这里 拜拜 好 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 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 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 在我们的官网上 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Unpack系列 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 你可以在Twitter和微博上搜索 文化土豆 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 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